耶稣的荡荡耶稣 耶稣的荡荡耶稣 或者说, 耶稣的荡荡耶稣 而我们这个 这个题目呢,是很广 很大,所以呢 我上一回,我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刚讲到,在基督里 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会错失了 很多很多很多 的,上帝要 赐福于你的,要 要盼望 在哥罗西书 耶稣的荡荡 耶稣基督 在你里面,有 荣耀的盼望,就是上帝 在我们的里面,有 极大的盼望,就是说 在我们能够,希望从我们身上 能够发挥,能够 看到的一切一切的 荣耀的盼望 那今天,我们继续连续下来 我们再看基督里面 有什么呢?在基督里面 要看到,要看到风声 要看到风声 那还没有可以讲这个 题目之前,我可以讲个笑话 有个小朋友啊 就是在带着一个 玩具钞票,就是 你知道吗?那些百万富翁 那些玩具钞票 就拿着一踏一跌一跌的 玩具钞票,就去了 百八公司的玩具库 他选,看来看去,选来选去 他看上了一个 一个模型的飞机 一个模型的飞机 然后他就对那个受报员说 姐姐,我要这架飞机 然后也同时呢,也拿那个 玩具的,玩具的钞票给他 然后那个受报员说 小朋友,这个钱是假的 然后小朋友很不耐烦的 看着姐姐跟他讲说 难道你的飞机是真的吗? 小朋友,我们在哪一个人 当你在小孩子的思想里面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 他总是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在大人的世界里面 总是有大人的价值观 当你在不同的领域的时候 不同的一个年龄 或者不同的教育 不同的环境里面 你就有产生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 今天,如果你信主耶稣 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 所给我们的价值观 圣经到怎么说 原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是有丰盛的 来我们打开圣经 哥罗秘书 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哥罗秘书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用圣经和和本给你们读 这里这样讲 讲说 我愿意你们都晓得 我为你们和劳比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谢礼 第二节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至风风足足 在故心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神的 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第四节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 迷惑你们 第五节 我生子虽与你们相宁 心却与你们同在 免你见你们 实惠道具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第六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第七节 在他里面身份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第八节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造着基督乃造着 人间的遗传 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 居住在基督里面 第十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丰盛 他是各样掌权 自证掌权者的研究 让我们做祷告 天父我请你 今天早上打开你的 属灵的玛纳 来固养我们 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生根建造 让我们能够发育成长 按着上帝的许业和旨意 要我们成为合成的人 主我求主 你释放你的话语和恩高 你的仆人和恩高 这个讲坛 我们感谢家妹 祈祷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如果你读哥罗西书 今天是第二个系列 整个哥罗西书有几个字 它会重复又重复的 请听看 我们来看 哥罗西书有几个字 这是很关键的词来的 第一 你会看到 知道这个字呢 重复了又重复 在哥罗西书里面呢 一共重复了八次 ok 然后又有丰盛丰富丰富丰富呢 都是同样的一句话来的 因为中文里面呢 它可能翻译丰盛 可能又翻译丰富丰富丰富 总共有六次 然后或者在基督里 基督这个字本身呢 在哥罗西书呢 有出现了三次或十次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重复的经文里面呢 重复的那个关键字里面呢 我们知道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在哥罗西书里面 结论呢就是说 人在耶稣 人在基督里呢 要知道基督的丰富丰盛 不是信主就够了 因为这本不是神的心意 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忘信主不搞啦 忘信了耶稣就够了啦 但事实上不是上帝要我们 打倒的目的 和上帝要我们 逗留的地位来的 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就够了 如果信了耶稣就够了 我们我再多加一个字 信耶稣死了就够了 这些方面就好了 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世上 我们还要完成 上帝要托付给你 上帝在你心目中 在你神的生命里面 有他的寄货和他的子 所以信耶稣死死 信耶稣不够了 信耶稣你要明白 上帝在你身上 有何等的盘望 何等的荣耀 还有基督的丰富 的应许在你身上来发生 圣经说 有一种圣经说 在约翰福音 第10章第10节中说 盗贼来不非是 偷窃 毁坏 我来了 谁来了 耶稣来了 是要教养我们 我们是上帝的羊群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上帝要我们 希望从我们身上看到的 请问师妹妹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今天问题是说 你的生命有丰盛吗 你的生命有丰满吗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我来了 耶稣来了 到底来 某鬼要在你生命当中 就是杀害偷窃毁坏 让你的生命万七八糟 但是耶稣来了 要在你生命呢 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让你得到生命 而且的生命不只是生命而已 要有丰盛的生命 所以呢 哥罗西书 保罗在哥罗西书 也因为这么样 来写了 跟耶稣有一样的观念 跟耶稣有一样的价值观 来讲说 你们要知道 基督有何等的丰富和丰盛 我们来看基督里的丰盛 基督里的丰盛 我们刚才读了 有一个经文在第六节 里面有一个经文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我们来看几个字 这出经文里面的几个字 第一 接受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 在希腊言文叫做巴拉 巴拉拉麦罗 大家跟我讲巴拉拉麦罗 巴拉拉麦罗 巴拉拉麦罗 在这个巴拉拉麦罗的意思里面 所以我们常活在一个观点 接受耶稣 就是接受这样就好了 我有来教会就好了 我有给师弟奉命就好了 我有参加机会就好了 其实这个巴拉拉麦罗 巴拉麦罗的原文的意思 并不只是接受 这样拿 人家给我就拿 这样就够了 不是 在原文里面 就说 使成为 和 使和自己在一起 所以 使 使耶稣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半 使耶稣和我在一起 使耶稣加入自己的生命 然后 使耶稣跟我有密切的关系 使耶稣成为我的同伴 那原来接受不只是这样 人家给我这样拿而已 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 没有交集 没有 没有牵连的 原来在原文里面 巴拉拉麦罗的意思是 跟他有密切的关系 我必须 把我自己投入在耶稣里面 我必须 让耶稣充满着我的生命 让耶稣有生命 耶稣的一切 来充满我的生活 然后我们再来看 然后呢 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呢 我们就当 尊他而行 诶 有些人信仰耶稣就 就坐下来了 有些人信仰耶稣 他就够了 他没有再发展了 如果你信仰耶稣 如果你今天还是 仍然信耶稣 感谢神 但是你不要停在那里 圣经说 你要尊他而行 你要开始跟他一起同行 这个行呢 在希腊言文叫 Feripatu Feripa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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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 走出自己的路 有进展 掌握每一刻可利用的机会 习惯性的走 请问 你有没有习惯耶稣之路 有些人不习惯了 他应该在一个礼拜才见耶稣一次吧 你的行走 你的跟耶稣一起同行的 要成为你的习惯 找不久 有个刚刚信耶稣的弟兄 刚刚信两个月 两个月的一个弟兄 有一次他载我 载费 然后我们就骰车 骰车了 我们就有种错路 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本来要进去那个 我们超过了 所以又要Utun 又要Utun回来 可是因为骰车很多 Utun很难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们不要进那个佛庙里面 然后进佛庙 然后又Utun出来 出索盖 然后我就跟他讲 很开玩笑 他讲 让个仆灯 让个仆灯 让个仆灯出来 他真的听我的话 他拿手去拜 因为刚信耶稣 才两个月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因为他已经习惯性的来 他感到很内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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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感到 哎呦 我错了 因为他习惯性 这几十年来 已经习惯去拜佛 但是 今天你有没有 我们看一个脚步来看 今天你有没有 习惯性的来 跟耶稣在一起 有没有习惯性的 我们开口闭口 有没有Hallelujah 感谢神 Amen 这些人有 好像讲得很贵 这样 这就不是 这就是不是习惯性 但是你看这个 充满善意 充满的人 他很习惯性的 哎 我感谢主 Hallelujah Amen 他是从他口中 都是赞美的神 他很容易感谢耶稣的 Kabishah 他很容易很容易 常常我们 好像我常常在教会 所以 尤其我做牧师 我刚才讲到 我刚才讲 Hallelujah 我去到外面 跟人家借去外奔光 有时候我们就 Amen 他们也觉得 为什么你们讲Amen 因为我们已经 习惯性来讲Amen 习惯性的人讲Hallelujah 所以你 人家会觉得 哎 其实他们会觉得你怪 他们觉得你很新鲜 因为你是 很特别的一个人 他们很对我们很好奇的 到底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所以你们 你必须要 尊他而行 还有 在他里面 深耕建造 深耕 这个希腊言文呢 是 Result Result 意思说呢 下杂根基 把坚固的根基 使稳固 使牢靠 使牢靠坚定 所以你们 你信了耶稣 接受耶稣 不止而已 你必须要跟他一起同行 当他跟他一起同行的时候呢 圣经也告诉我们 俄律师说呢 你必须要打根基 你必须要把你的 栽种在 耶稣基督里 让他生根坚固 如果一个人没有生根坚固的时候呢 他就会很危险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试过我以前 我叫恒意 恒意中心的时候 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那边有 有一 很 怎样讲啊 有一个地方 是住民来的 他生得很坏 因为我太得痛了 我们有 刚刚有休息的时间 我们发现到恒意 那个 那个柱子 啊 一 一天呢 是长一车的 很坏了 你明天看到好像 绿 两车了 不是开玩笑 真的 柱子长得很坏 问题 他没有根 里面也是空的 柱子是空的 一个树 一个树干要稳 要坚固 必须要扎根 很深才能坚固 然后一个大风 风暴风雨的时候 你会看到柱子 要在他里面 建造 建造这个 这个字叫 E E 很难读啊 他要建造 建立 所以 今天要跟你们讲什么 我们不能凭着 信心开始 又凭着自己的 智慧思想计划 去完成 我们的信仰 我们一开始 一凭信心 我常常问人家说 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耶稣 然后才信呢 没有 那为什么你要信 你是凭什么信 凭着信心 不是感觉 如果要说凭感觉 那些 不知道 我感觉到头很重 我感觉到 那个很危险 你信耶稣 是因为你相信 耶稣基督 祂是神 你信耶稣 你因为知道 祂为你的罪而舍 你信主耶稣基督 因为你知道 祂为你的罪 三天而出国 你必须要知道 你的恩在哪里 你必须要知道 你的信仰在哪里 所以整个信仰 是凭着信心的 不是凭你眼见 你是这样的 牙刷都多死了 牙刷给你一些好处 你才相信他 那个不是 那个你拜昂功 拜昂功的时候 你已经在做了 但是信耶稣 因为耶稣给了你任何的好处 你觉得相信他 整个信仰是建立在凭信心 你如何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主 那么你就要照样遵祂而行 凭着信心接受主 也要凭着信心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生根 刚才我们讲的生根 生根 你有谁 世界上拿一个植物的根 生长在外面出来的 什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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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树 红树啊 红树是那个海里面的红树 我知道 对吗 它是根 还有一个树 树子的树 所以长在外面 但是一般的树 都跟着藏在里面 基督徒的生命是讲究隐藏的生命 不是做给人家看 今天我有来教会 不是你看到我来教会 Mark Dental一下 或者我今天有给奉献 就是你这个都是外在的 但是整个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是隐藏的 不是你再来教会的时候 你做了人家 当然我不是说 那个都是错了 你可以这样做 你应该做得很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有没有这些事情 当你一个人 没有看到你的时候 当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 你师父就在那边祷告 当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 你师父就在那边读圣经 还是特别 牧师也在 你特别读他 读他 读他 不是 不是 整个基督的信仰 不是外在 整个基督的信仰是隐藏的 他很讲究成长 然后呢 这个根呢 是寻找供应的 他必须要有找到东西 你信仰耶稣 你必须要读经来祷告 你必须要有供应 寻找的供应 使到你能够成长 你一个礼拜来一次的聚会 来听到是不足够的声音 你必须要找供应 而且呢 这里说 生根建造 建造呢 是外面的 所以建造 你只是给人看的 你不会看到 建造 你看呢 保罗用的两个很极端 一个形容词 一个是生根 生根是隐藏的 建造是给人看的到的 你只有在生根的时候 你才有建造 你没有生根部门 没有建造 你生根有多深 你建造率有多高 明白吗 所以呢 所以呢 而且建造这个意思啊 这个字啊 是讲到按照蓝图 按照材料 按照建造 精准无物的建造 注意每一关 方便使用的意思 所以呢 也就是说你的成长啊 属灵的长进 进步和成长啊 不是你随便的 哎呀今天听听比较好 你就读多一点圣经 祷告多一点 然后今天 不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没有读圣经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一个成长 而建造呢是有寄过 是按照上帝的蓝图 来建造的 然后 然后 地底下的功夫 会影响地面上的成长 那看不见的 季篮之下的功夫 虽然没有人看见 也不被人所知 也别人也确实干涉不到 也管不了 但正常让他成长 却能享受不同层次的经历 所以呢 尼错生 上帝的古人有写了一本 是叫正常基督生活 他会写正常基督 意思是说很多人的生活 很多人的信耶稣啊 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基督 是说我们要正常的成长 还有信心的伟人 Josh Muller 前几个星期 我也讲到一个 他信心的伟人 这个穆勒 穆勒牧师 他开说 他有开孤儿院 对吗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说 神喜欢增加他儿女的信心 上帝要我们的信心要成长的 然后呢 但我们不要想 不需要经过苦难而得到胜利 不需要经过忍受 而能得到忍耐 我慎重地说 思念 拦阻 艰难 有时候省治 失败 都是我们信心的粮食 It's the very food of faith 你要得到信心吗 你身体要成长吗 你必须要有很多的 能够去面对很多的 试探 拦阻 艰难 还有失败 你才能成长 很多基督是因为他不成长 因为他怕 事苦 他一点点的 或者一点点的失败 一点点的难处 就放弃了 所以那位 圣经告诉我们说 哥罗西教会 巴罗西教会 鼓励他们要成长 然后 我们这里有说 所领的教训 所领的教训 什么叫领受 领受 领受不是好像吃东西 有时候我们再来到 听到吃 牧师讲得很好 今天讲得很棒 哇吃下去了 不是吃下去而已 这里讲的领受是 吃了之后还不算 还要消滑进去才算 领受就是接触真理 接着听 读 查考 背 背诵 之后 还要默想 他的教训和意义 而且 还要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不要只听 听了几十年 管你还是做几十年的 做着天的基督徒 你要把它吃进去 让它消滑在你里面 然后 让它活在你的生活里面 这样才是真正的领受 真理的生命 这才是生命的力量 才能够在你生活上显入出来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 哥罗西书 哥罗西教会呢 是充满一个异端的教会 因为 他们领受了很多那些 不应该有的 一些 一些 异端 所以呢 保罗就必须要写信给哥罗西教会说 哎 你们异端的 你们不要听 在那个阶段里面 那个已经 人家赏识用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方式进来 教会 来混乱教会 我们来读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造的基督 乃造的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那我们来看几个 几个圣经里面呢 他说你们要谨慎 这里的谨慎是 现在 现在是的 要不断的 要不断的小心 要忙 要持续的小心 然后 表示继续进行的动作来的 意思说 你要经常不断的警醒而防备 否则 变容易落在敌人的圈套里面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理学 理学在哥罗西的 哥罗西的异端 哥罗西的异端是因为他们太注重了理智 太注重了那些 呃 用脑袋 用思想的东西 而不是星星 他们离开了星星 以理学和虚空的谎言 也可以翻译做着 哲学和骗的空难 这个两个词呢 是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 只有一个观词 表示他们是一件事情来的 所以这些异端 教训呢 不是照着神 在基督里所起的真理 而是照着人的传统 和世俗的言论 传统 什么是传统 是用口传 一直传下来传下来的东西 叫传统 然后我们来看 还有几个字 我们看下去 然后保罗说 这些东西都是小学的 是 世上的小学 不是真的小学 读小学 这里小学指的是 他们讲的东西 是不是深奥的 是一个很初步的知识来的 不要以为他们很厉害 这些都是小学来的 然后是属世的 属世界的 不是属神 不属天上来的 然后恐怕你们 就被他们掳去 这些掳去 在保罗这里所讲的 是 就是 表示说你们成为他们的 战利 你们不要成为 这些异端邪说的 战利 什么 当我还继续讲的去 还跟你分成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想问 你们明白什么叫异端吗 英文是 什么是异端 什么是异端 异端跟其 异端有什么分别 很多人讲异端其实是异端的 异端来的 好像我 我就很异端 我很异端 为什么 因为我晚上不喜欢 我晚上一定要 吹 aircon 开冷气 脱衣服 开冷气 这要极端 一定要很冷很冷 才能睡觉 这要极端 但是我不是异端 所以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谈的异端 其实不是 拿过截止 给你们听见 所谓的极端 就是过分强调 一个真理 一个道理 然后观点 超过圣经所要求的 这叫极端 又把一个 适合一部分人 情况要求 所有基督都一样 我祷告的时候 我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到要咬 我突然要求 所有人祷告的时候 要咬 就叫极端 ok 然后这些人呢 要在基督信仰里面 有特别 特别得进的真理 都没有问题的 只是一些吃药的问题上 过度于极端 可是教会呢 这个兄弟姐妹呢 仍然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举例给你们听 还什么 有一些是极端教会呢 真耶稣教会 基督复领安息之会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那个基督复领 安息之会 他们要求什么 他们要求 集会不要在礼拜天 因为礼拜天不是安息之 礼拜六才是安息之 所以拜五教就开始不要做工了 他们强硬要求所有的基督徒 是这么一样 所以就极端 然后还有小群啊 他们愿意丢哪一个 哪一个骰光的尖 咚咚咚 哪祷告的咚咚 叫小群 还有丰收教会啊 在 洛洛斯玛曼那个丰收教会 不要去 去了你就被丰收 我弟兄从丰收教会 大家知道是不是吗 他们 太过去的要求很多 那些 很多很多很多那些 比如说他们很喜欢表演 然后如何 牧师在他们放 把手放在展台上 突然间 好像连住了 不能 然后他们 祷告后 地上滚来滚去 很多很多那些 battern battern的 他要求有些东西 这叫极端 所谓的异端又怎么样呢 所谓异端呢 是在基要的信仰 和基本的信仰上呢 发生的错误 会破坏价位的信仰的根基 因此 要用坚定和不含糊的行动来拒绝 例如保罗这个 叫太书指出 因律 因行律法 而得救 得会 假的律服役 哦 你们呢 信仰耶稣一定要 要行律法 要守什么 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不可以做那个 变成宗教 很多人把宗教的东西 宗教的意思 架在人的身上 难怪他信仰耶稣也是不改变 这叫极端 比如说 他们用这些极端呢 来搅乱人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比如说 天主教 天主教 他还要 不只要拜耶稣 他还要拜他耶稣的妈妈 圣母玛利亚 为什么 为什么我 有一次我问天主教的 或者他的神父 为什么你们要拜圣母玛利亚呢 因为他说 耶稣 圣母是耶稣的妈妈 所以呢 你要求他的妈妈 来求耶稣 我说如果是 如果是 听祷告的是耶稣 干嘛要求他妈妈 明白吗 所以你要明白 什么是极端 什么是极端 OK 还有摩门教 我不知道你们有见过摩门教的教徒吗 在槟城呢 他们很喜欢骑着脚车 打个泰 穿那个 骑脚车 要穿 要穿 然后打领泰 很整齐的 美国 都是 都是 洋人比较多 骑着脚车他会去你的家 看房你 跟你讲 他没有找 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专找信耶稣的人 因为比较容易 容易进入嘛 所以他专攻 信耶稣的人 他们就是什么呢 他们的教主叫 Joseph Smith Joseph Smith 他到今天为止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证件 我不知道 他 他 我在十年前的记录 知道的消息是 他总共有27个老婆 他说 你要去摩门教 你必须要跟他睡 你才能够生结 你才能够 下一代成为圣结的子 所以你不是随便 人家跟你传福音 有人跟你讲耶稣 是啊对啊 这样的一样的 变好比起来 不一定的 你要小心 还有呢 还有就是耶稣见证人 耶稣见证人 他们很喜欢到处去 去你的家 扣门 又送你很多漂亮漂亮的那些书 书本 然后 他们基本的信念是什么 他们认为说耶稣是小神 耶稣是大神 因为耶稣才是最大的 耶稣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他是小的 所以 不一定 所以你要小心 牧师今天把所有的异端解说 和阿克罗西的计模一样 跟你们分享 还有同意教 韩国的同意教 文献明 他是一个唯一 韩国同意教的教主 他做什么呢 他 也是有两堂的老婆 然后他要求 所有的他的会议会有 会有 教友 他来主持婚礼 从来没有见过 你跟阿菲卫 从来没有感情 从来没有经过 就他们配对配对 有的 有的 把你驾到非洲 有的 把你驾到日本去 因为全世界他有他的教会 然后里面很弯 一旦你进了同意教 你不能回家 你要给十一奉献 不可以回家 不可以你家人一起住 这些都是一段 还有上帝的儿女 你以为你以后看到 这个是在美兰里面 美兰有一种的教会 叫上帝的儿女 对吧 他不是讲过 他不是说 我们是圣洁的 所以要来到上帝面前 都是要圣洁 所以你要破光你的衣服 破光你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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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上帝的儿女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字眼 要远离他 这些都是 异端 然后 在哥罗西教会当时呢 有几个异端的邪说 比如说 第一 叫诺斯底主义 诺斯底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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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说 上帝啊 他是一个完美的灵来的 所以他不会跟世界 物质的世界啊 直接有接触的 所以呢 上帝本身没有创造世界 是透过比较小的灵啊 小的神啊 来创造 所以呢 这个 诺斯底主义呢 就充满了 哥罗西教会当时 诺斯底主义 然后还有希腊的哲学 希腊哲学 希腊哲学 是古希腊神话里面的神 属于 奥林毕斯神器 其特征呢 就是人和神很靠近 同行同性 意思说呢 这些人和神 这个神跟人一样的激情六欲啊 人和神之间的距离很近啊 古希腊人都没有啊 这些神呢 常常来干扰人的生活 好像 他们的提腊 巨大的神叫 叫 宗斯 宗斯常常下房间呢 来考察哦 然后 看上女孩子她喜欢 这个神呢 就把他勾引了 然后 宗斯的太太叫 宗斯她叫 车拉 赫拉 赫拉呢 就很次处的 每次看到他这个 宗斯的神呢 来调兴女孩子呢 他就 惩罚这些人类 这样的 这样的神 这样的邪说 所以呢 这些邪说呢 就充满了个人提交 他们相信呢 神是有在这里的 神可能 会变成一个人的模样 来 来调兴女孩子 所以 这些东西 比如说 他有一种叫做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在拉丁文叫 Occalism 或者 Mysticism 英文叫的 所以他们是用 韩国的很神秘的 比如说 他的教育呢 他教育什么 他教育是 使人 获得更高的精神 和心灵的智力 用各种的教育和宗教的仪式 让人家参与 神秘主义 包括 用诸多的 伦理 伦理 理论 事件 包括冥想 为什么 所以我们不 我们不冥想 冥想 包括 维灵论 还有 魔障 所以 不要看 Rock of the Ring 魔障 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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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看星座 还有练经术 还有十二神效 为什么 新大战 我们没有看十二神效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是没有 是已经 看生效啊 看星座 不是现在才行的 2000年前啊 在哥罗西教已经流行 还有神秘主义基本的信条 就是世上存着神秘的力量 自然力量 能够理解过超重这些自然力量呢 你就成为一个很有保护的人 然后把大自然的力量呢 来做崇拜 来拜太阳、月亮、星星、风 雨啊、雷啊、彩虹啊、水啊、火啊 山啊、石啊 这些东西呢成为神秘主义 今天也是神秘主义的充滞了一下 凌恩派很多都是有参与一些神秘主义 来放在这个汤匙 祷告要咬啊、祷告要哭啊 祷告要好像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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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也是神秘主义所带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同的不产权 我们不依旧 我们不利用这些东西 最后宗教和民间的传统 犹太人要求他们要注意要吃饭,吃饭前要洗一种气质,要洗七次才有完全的洁净才可以吃饭, 然后睡觉前要做摩,这些东西也充测了那边。 就好像伙伴人很喜欢,因为我们不能走在Zawoteco的底下,因为你穿过Zawoteco你就很衰啊。 我们一世教也许有时候还是叛叛,因为你黄色的看我死了,蠻贵的。 对吗?这些传统充测了,哥罗西教会。 还有什么,孕妇啊,孕妇啊,不可以吃姜啊,凶啊,生姜。 为什么?因为孕妇如果吃生姜,你让她的孩子生出来就是有六根手指的。 没有根据,但是因为是传统的。她说,要多喝牛奶啊,孕妇要多喝牛奶啊。 为什么要喝牛奶啊?因为孩子才能,生出孩子才能白白胖胖。 那如果喝咖啡的话呢,她的孩子就是传统的。 没有根据的。 还有她说,晚上啊,就是孕妇不会拿剪刀啊。 因为她可以触犯了胎神啊,胎气啊。 过了也不能扫地啦。 翻页不能剪指架啊。 这些是人间的传统。 跟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保罗写这些东西,是要,哥罗西的教会明白。 其实早在两天前,保罗有做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讲到完美的完美。 在十诺经庄第十九章,第十八节二十节里面有这样说, 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他做了一件很伟大,很复兴,很荣耀的事情。 他带领整个以弗所的信徒来接受耶稣之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们来看,那已经信的多有人,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 书品行写书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的分寿。 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奉合五万块钱。 主得到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 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信徒,有一个很干脆很干净的书名写书。 圣经说他们总共把那些新写书的书,总共烧掉五万块。 五万块是什么概念啊? 在两千年前,当时一钱等于一天的工价,即是港质。 五万块钱,就等于五万天的工价。 也就是等于一百三十七年的工价。 总共累积了一百三十七年的工价。 那一个真正的慧改和真正的改变信仰,他们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保养。 这些信仰耶稣人,他们已经不追这个东西了,不追求这个东西,不看星座,也不看死了生效,也不看死了生效运程。 这些书都堆积在那边,烧掉五万块。 两千年的五万块,等于一百三十七年的工价。 你看他们的坚决和他们的,他们对耶稣的信仰。 今天我们还一般一般,有时候我到的花会没完工。 有时候还要买那些,看那些星座的东西。 大家告诉我,今天很好,我可以出去,出去有运,有运气。 哇,很好,好运,好运,人马,人马头,人马不要离开,好运自然来。 我们还活在那个旧的那个东西。 还是我们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上帝的丰满。 但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要这些东西。 神本性的丰满。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丰盛。 祂是各样自证、掌权的连手。 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一个共同因我报应的基本思想。 人,人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业障,塔玛。 所以我不鼓励人家做练瑜伽。 我不鼓励人家去,去做免费,冥想。 这些跟塔玛有关系的,跟业障有关系的。 所以或是中国德国的思想,左右着人们的思想。 或你信耶稣的人,还是没有信耶稣。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 比如着密路坦流密。 就是中国德国。 基督的丰满,或做完整性。 以及我们和基督一起联合呢, 就能显示出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这些传统和这些思想是不需要的。 当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丰满,丰盛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其他的途径,其他的方法来取代。 教会就会产生,出现很多的异端。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满,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 它是各样执政长选择的元首。 这里的丰满叫做Pleroma。 Pleroma的意思就是完整完美。 既然神本性一切丰丰满满, 这里居住呢,不是讲居住。 这也就是永远居住在耶稣身上。 他就不可能是半人半神,或者是比较小一神。 刚才我们读说,所有上帝把一切的奥秘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如果你今天不选择耶稣基督, 如果你不把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的一切, 你就很可悲了。 因为上帝把所有他要告诉人类, 我们这里一般的人, 信徒,所有的奥秘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如果你不寻找耶稣基督, 你就得不到上帝要跟我们讲。 初期教会有一个叫做Doxidism, 幻影的讲教学, 说耶稣是没有, 其实耶稣在人世间走路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没有身体的,它只是一个灵。 这也是一种弊端的词说。 另一种的邪说叫做Santyrianism. Santyrianismism, 一个词段说, 耶稣的身体啊 根本没有耶稣的 耶稣的身上根本没有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跟耶稣是两个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不同的学说 来扭曲我们的信仰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佛罗赏 也得了佛罗权 这是真实的 因为耶稣是神 如果祂不是神 我们就不能在祂里面得了佛罗权 阿们 耶稣是神阿们 所以你在祂里面就能得到佛罗权 凡说自己不完全 哎呀我还不够完美了 我有很多问题啊 你也是在告诉信仰耶稣 你常说你不完整不完美呢 你也是在告诉自己 你告诉别人说 上帝不准在 耶稣不是你的神 如果神所有本性的丰满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 我们要用信心和主联合 以祂建立关系 那么我们在祂的身上 就能得到佛罗权 你们在祂里面得了佛罗权 保罗说这是一个事实 而不是一个理想想要达到佛罗权 不管你今天的情况 圣经说 你们在祂里面得了佛罗权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之路的工程 最后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满 我们必须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你必须要在祂里面深根建造 接受了耶稣基督 不要处在祂里面 让我们依根上帝跟耶稣一起重新 在祂里面深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了心坚固 我们想一起看